哈喽大家好,我是尚街,欢迎收看的电魔方 首先声明一下我个人并不会乔势 但随着B站越来越多的魔皇玩家 开始分享一些乔势的内容 那我也打算本着学习和分享的心态 跟大家一起去研究这些内容 对于CFOP玩家来说 不管你会不会乔势 了解一些乔势的思路 对于宿宁也是很有帮助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右桥两种标态 通常我们在CFOP里面说的标态就是这个样子 分离的或者是合并的,像这样 那乔势里面的标态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轮块在DF,小块在左边或者在右边 首先如果白色小块朝左,这两个是灵色 我们可以这样做小R,U,P,小R,P 那它就做好了 如果这两个是灵色,白色小块朝右 我们可以这样做N,P,小R,U,小R,P 那这就是乔势的两种标态 掌握了乔势的标态 我们就可以用刚才的思路去处理一些CFOP里常见的情况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先把轮块藏到DF的位置 然后做一个R,U,P,R,P 就变成在右手的标态了 然后N,P,小R,U,小R,P 就做好了 我们换一个方向也是一样的 看到孙大师说的这个麻花形 把轮块藏到DF的位置 脚块放到左边 R,U,P,R,P 然后小R,U,P,小R,P 这次就做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在CFOP里面的做法非常复杂 但在乔势里面却很巧妙 我们的目标只有两个 第一个目标是把轮块放下来放到这个位置 第二个目标是 我们要让这个白色脚块朝侧面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小R,U,P,小R,P 这样的话同时达成两个目的 然后做一个U,P 看到这样一个标态 N,P,小R,U,小R,P 就做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蓝层的情况 和刚才一样的思路 先做一个小R,U,P,小R,P 然后脚块朝侧面 蓝块在DF 做小R,U,P,小R,P 就被放进来了 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 像这样一个情况 CFOP玩家喜欢这样拼起来 你在乔势里面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冷块藏起来 然后把脚块放过来 小R,U,P,小R,P就可以了 这个情况也是同理 藏冷 脚块过来 然后小R,U,P,小R,P 很多情况都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那随便转下脚块 就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解法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激发起你研究魔方的兴趣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